中華職棒二十七年總冠軍賽 最後在一大新牛的紫色彩蛋海中 畫下句點 今年一大新牛和中信兄弟的 台灣大賽劇情發展 實在比好萊塢電影還要峰迴路轉 第一戰就給球迷一場 洗牌膨脹的打擊大戰 面對一大雙冠王楊頭蘿莉 猛項打線在精神名秀 恰恰彭正銘的上領下 送給他中職生涯最慘烈的一場敗仗 四局下單局十五分 讓兄弟七局打完 取得八比一的遙遙領先 原本以為穩操勝券 沒想到八局上一大卻掀起勇烈反撲 六分超級大局 讓他們瞬間追到七比八的一分差 其中神拳林一拳 搖出總冠軍賽生涯 首度的單場雙小炮 可惜最後一大反攻 還是用廢衣會 讓黃山軍守住一分領先 台灣大賽拔得同仇 並在一二戰再接再厲 在恰恰一八三分號的率領下 延續火力 九比二再下一城 主場二連勝穩戰上風 同時送給一大總冠軍賽事上 最長的跨季十連敗 而且到了GAME3 黃山軍依舊勝氣凌人 四五兩局攻下六分 六比一的大幅領先 眼看又要打爆紫山軍 沒想到一大下個半局 就連本單立全討回來 五局下一共打了十二個人次 海關七分逆轉超前 勤管兄弟大師兄林智勝 力吻黃藍 捧出台灣大賽史上第一次的 單場三響炮 但一大拒絕陷入0比3落後的絕境 中場十比九硬是單回一城 第一次台灣大賽史上最大逆轉勝的同時 也終於終止了史上最長的十連敗 而這一勝也成為系列賽的轉捩點 一大總教練葉君章 第四戰初期制勝 投手方面推派騎兵黃藝智先發 而他也不負所多 搭配攻擊策略靈活運用 不斷用觸擊挑戰兄弟蔣智賢的三壘守備能力 最後十比一大勝黃山軍 一舉般不戰局 到了第五戰 經過充分休息的蘿莉再度掛帥先發 終於展現王牌價值 搭配年後五位投手激勵封鎖 十一比一再下一城 系列賽三比二反而率先聽牌 但已經連續兩年兵敗台灣大賽 而且去年還是被逆轉的兄弟 不想讓悲劇重演 關鍵第六戰 開局就靠著蔣志賢的三分炮取得領先 一直到九局上 負責關門的小飛道陳鴻文 一登場就被敲四隻安打 加上下下滿累的情況下關鍵的失誤 讓一大在九勝用三分大局演出驚奇大逆轉 但這還不是最戲劇性的結尾 九局下兩出局 兄弟張正偉敲出的中外野飛球 被林哲軒每季接殺 現場紫色才來拋下 但這樣完美的風王故事 卻只維持了短短只一分鐘 就被兄弟的挑戰給推翻 只剩判定 林哲軒接球過程中 球也碰到草皮 所以不算出局 當下引發軒然大波 但一大也沒有一次亂的方寸 穩穩抓上最後一個出局處 再次拋下紫色彩帶 防守托腹 再次向中華之邦 走不快就怎麼做 我來提供新聞這麼報道 走不快 走不快 走不快